昨天提成的凡方罪案法令的修正法案 是要公论政府 尤其是内政部提成不少新的法案 主要目的是要处理跟制止 国家里头的社会犯罪的问题 马河国会在之前的会长理事会 也提出了好几个建议 给政府尤其是内政部 在处理这个防犯罪案的工作 其中包括电子追踪的兵用 保护证人家属的这个措施 包括此外 包括给警方的权力限制 或者是干预这个资讯工具的应用 这些都是非常需要的一些措施 尽管说这一次的这个 PREVENTION OF CRIME ACT的修正案的话 有显著的进步 不过尽管如此的话 马河国会的立场还是认为 新的这个法令里头允许扣留两年加两年为审宣扣的这个条文的话 是不合时宜的 我们反对 在具有的法律里头 警方在通过法庭的克准之下 已经能够扣留一个嫌疑犯长达71天的时间 我们认为这71天的时间 是让警方有足够的时间 是绰绰有益的 来进行调杂的工作 尽管马河公会是反对 未审先扣长达两年加两年的这个 这个条文跟措施 尽管如此这个条文里头 是这个决定的话 由这个防止罪案局所做的决定 是可以受到挑战 可以到法庭受到挑战的 反倒是警方的那一个 监督的 那个措施的决定的话 不能够在法庭里头呢 除了程序上的一些差别之外 是不受挑战的 这个呢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做法 就是如果说是警方扣 警方监督的 是不能够 法庭不能够感应 如果是扣留令 法庭能够感应 这个措施我们觉得不理想 要么就一直全部应该 让有冤情者 或者是认为他不应该被扣留 或者不应该受警方 监督的人 都能够到高等法庭 寻求的司法复合